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自行研发的轻型狙击枪 在进行验收的时候 被判定射击精度不足 性能测试不合格 对此 岛内网友表示 对于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按照原计划 这批轻型狙击枪 在2021年3月测评合格后 4月实施量产 但台军在2021年11月底 进行验收作业时发现 接受测评的三把狙击枪 共射击5群 每群3发 每把枪都有高达3群 未达精度标准 即100米距离射击 子弹散步不超过 约2.65厘米的圆圈内 性能测试被判定为不合格 射击距离的话1000公尺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等饼花钻 就可以误差到25公分 这个枪照不准 射不精 说真的这是不太可原谅 台湾自产轻型狙击枪 被判定射击精度不足的消息传出后 有岛内网友对此表示 对于台产武器并不意外 枪都做不好 更别提潜艇了